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呢最新的我们国平的主力呢都在休息期间 而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啊又要马上投入一个训练和备战当中 因为大家也知道目前的国际拼联呢已经关税了一月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的日程 也就是WTT澳门战的一个挑战赛 这次啊那么我们国平呢也是破天荒泡出了 把这个几乎派出了全部的主力 包括那么老中青的所有的一些年轻主力呢都会去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所以从中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刘姑娘他们呢已经是相当的重视了 当然其实我们也有注意到实际上可能很多球迷说 以为这一次的一个澳门挑战赛呢是目前今年年度的一个第一场比赛 但实际情况呢并不是如此 那么目前呢按照国际拼联的一个安排呢实际上其实在一月份呢 一共有三场的一个WTT系列的一个比赛呢在上演 首先在澳门赛之前的话有两场比赛 分别在一月十二号到十五号呢在德国杜萨尔多夫啊这边举办的一个挑战赛 这是第一场 那么之后呢在十八到二十号呢在同样的一个地点呢会举办第二场挑战赛 之后第三场比赛呢才会在澳门进行一个冠军赛 所以其实啊对于我们国平而言呢本质上的话 如果说我们愿意呢其实是能够去参加前面的两场挑战赛的 但是从目前最新的一些官方的报道来看呢 目前刘姑娘呢已经是做出了一个最新的争议决定 放弃了前面两战比赛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参赛的情况 所以让我们国平属国平所有的一些主力呢都没有去报名参加这一次的一个比赛 而对于刘姑娘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争议决定呢 其实很多球迷啊并不能够表示谅解 虽然说我们也知道国外的一些整体的情况可能确实比起国内的没有那么乐观 但是啊我们在此前呢也曾经到了国外甚至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视频赛 所以本质一意义上来说如果说我们整体的一些情况防疫得当的话 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些运动员的一些情况 所以呢其实很多球迷本来说都建议啊 那么既然说马龙啊或者说凡正东这些一线的主力 不能够去参加这一次比赛 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觉得刘姑娘呢 完全可以安排一些二线或者说更加年轻的一些主力去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毕竟我们也知道这次澳门的冠军挑战赛呢 也并不是所有的一些年轻主力都有机会去参加比赛 每一个国家队的一个名额都是有限的 所以这一次啊那些不能够参加这一次澳门挑战赛的一些球员呢 完全应该去让他们得到机会出国呢 长一下见识 长一下经验去参加本次的一个德国的比赛 但很可惜那么最终国评这边呢 我们也看到刘姑娘呢还是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并没有让这些年轻的主力呢 有一个出国比赛的一个机会 所以可以说啊这次也难怪球迷去批评啊刘姑娘这次的一个整整体的一些安排 确实呢可能刘主席这次的安排呢有些糊涂了 那么在注重我们很多的一些主力 比如说陈梦啊 樊振东这些非常厉害的主力的一个培养的同时呢 是否我们国拼也应该去注重其他的一些后备人才的一些整体的培养啊 毕竟我们也知道我们国拼的过往呢 其实啊新陈更换的话也是非常的快的 那么我们不能够只把希望呢放在陈梦这些主力的身上 而也应该呢把眼光放得更强远一点 对我们一些更年轻的一些后备的主力军呢 也应该给到他们更多一些长见识的一个机会 这样一来到时候啊 那么樊振东他们退下去之后呢 这些年轻的主力才能够真正的顶上去 才能够再次称赤我们整个国平的一片天 所以之后如果说再有这样的一些比赛安排啊 也希望刘姑娘这边呢能够把更多的一些心思啊 放在这些年轻的主力的球员身上 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些表现和锻炼的机会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